街跑風近年直捲全港 連小圈中人都成為街跑一族 包括擁有42吋長腿的連絲雅 原本跑開10K的他為了再進一步 就決定越級挑戰長達21公里的半馬 而且還要遠赴挪威參加比賽 為了爭取最佳成績 他出發之前特地加強訓練的強盜和癡素 雖然最後Shiga成功完成賽事 但就因為這樣而付出沉重的代價 最近就有讀者向東網爆料發現Shiga 以素顏黑超打扮自己一個現身佐敦一間骨科診所求診 見到他出入醫生房時 喀喀喀喀喀還要把手放在腰後面借力 看起來都相當痛苦 那究竟Shiga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就打電話給他問一下 其實都是關節膜發炎 還有肌肉腫脹 他說如果我繼續操勞腳 又不讓他休息的話 就很可能三十多歲要開始拿拐掌走路 那休息這兩天會準備澳洲的旅程 那這次澳洲就是做拍好的演唱會嘉賓 還有會有一個Presscon 那其實怎樣可以去澳洲那一個星期 怎樣去走敵呢 那這個就有一點點擔憂了 嘩那大鑊 Shiga你真的要好好休養了 暫時還是不要跑步好一點 而至於另一邊商同樣參加馬拉松比賽的女子組合 Supergirls就無具受傷風險 繼續努力備戰下星期日的比賽 見到變成獨眼龍的Sharona 和Heidi一起穿上運動背心操練 非常之貼身 而且露出小蠻腰 那當然惹來不少跑男喪及 嘩,厲害 不過我聽完Shiga的受傷事件之後 對著Supergirls除了說聲加油之外 都要說一句 馬仕小心啊 好 好